今天这一条影片将会是言歌教听歌系列 第一首近乎完整教大家听的歌 我都猜不到是Brams的这首歌 下次可能教授出名点 大家给点耐性,我们去片 OK,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一下Brams的这首歌 我们会讲第四课章 其实第三课章都是一个很精彩的段落 不过因为它是一首慢歌 那我们就不讲太多了 而去到第四课章,它的整个结构就复杂得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正常一首歌,去到第四课章 大部分都是一个Rondo 但是这一首歌是一个sonata form 但是它又是很像Rondo的sonata form 一会儿就会讲一下为什么 而它的exposition的第一个主题和第二主题 都分别出现了不止一种旋律 分别就是第一主题有A和B 那我们第二主题还有三种C、D、E 还有第二主题群的三个旋律都挺大分别的 那我们稍后就会听一下是怎样的了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歌一开始是怎样的 那它就在40分02秒 通常我们怎样会分得出第四课章和第一课章的那个感觉呢 就是你会觉得第四课章所有东西都是短促一点的 那现在它就是在用一个Doctor Wyetham和这些招式快点短点 第一课章 P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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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m你感觉上已经长点了 所以第四课章会给人快一点的感觉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它会节奏明快一点 那现在它第一主题的A就很简单出现了一开始就是了 而他的B在40分21秒 其实很像A的 一开始 就是B 现在全首歌都变了我唱 OK 但是为什么那么类似的 我们都会把它分成AB 因为主要就是他recap那一段 他直接飞了A 会进入B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位置mark一下 你会不知道他回到recap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类似的 我们听了就算了 因为他很快中间多一段 就会去第二主题群 而第二主题群 我们就可以认真说一说 这首歌的第二主题群 是很特别的 你会看到他 会先出现C 然后去D的旋律 然后去E的旋律 我预告给大家听都可以 我们在三种旋律 它会有三种不同的感觉 是挺特别的 分别 C就会是好像匈牙尼峰的感觉 B就会elegant一些 而E就会是玩味浓一些 我们一听听就会知道 C就会出现了41分16秒 其实整体是比第一个主题慢了一倍 所以其实他应用的元素也是一样 但这种风格 你一听就好像 这首最出名的匈牙尼舞曲 Brams是很喜欢在他的音乐里面 加匈牙尼风格的元素 所以一听你就会感觉很凶牙尼峰 这首歌 而很短暂之后 他就会在41分36秒 就会出现他的第二主题 我们听一下 刚才凶牙尼峰的 这个是 这种感觉 而他的E是怎样 E就是这样 Bum 跟着到一六肉团 再继续去 他记得这三种的选页 因为在第二主题群里面 这三个段落 是会先出现C 再去E 再去E 再再回D 再去E 再去C,再去D,交替地出现,内内会会凝联机地继续玩 所以知道这三种旋律就不会跟随了 去到发展部,我们听一下它整个玩法是怎样 第二主题群,因为它经过了这么多段落,MCD,ECD 所以你会听到都比较长 Development 直到你听到Obo 这个旋律正正就是第一主题群的A 所以回到A,其实它有点像Rondo的感觉 回到A 但是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情,又不是好像它重新回到A 它会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发展部 所以Development就是43分11秒开始 都挺精彩的 我们一如以往,不听Development 自己听 回回头,它就会是recap 经历了两分多钟之后,它就会去到44分57秒 听一下 你一听到这件事,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主题群的B 是吧 所以它就飞, skip了A,直接落B 我们之后就会落回去 好,然后它就会 今次落回去的第二主题 它就先出现C 看到它是跳过了D,直接落E,再回C 就继续去B 所以我们不要混乱了,一定要听清楚C的匈牙利风格 B的那个点点点点点的风格 以及E的那个换味浓点,有点点点的感觉 那你就不会掉了 在第二主题里看到 C,E,C,D这样走 分别就是在 46分03 接着就是46分32 接着再回来就是46分41 以及46分58秒 我们让大家听一点点 你也会知道 是圆圆圆圆圆,就是搬头 所以也挺容易听的 空牙利风,然后 然后 然后 又空牙利风,然后 所以在第二主题群的三个主题 就是听熟它 我觉得这个乐章最需要听熟的就是第二主题群的旋律 因为它全部都是很短的片段 但是不断地出现的 而去到它的最终 Chorda 它就出现了在47分20秒 是否很相似 其实它也是回到第一主题 即是很类近的A 你可以看到在这首音乐里面 它整个结构就是第一个主题 第二主题 然后development 是很像第一主题 再回到第一主题 再去第二主题 然后Chorda 又很像第一主题 整个感觉是否像一个最常见的A 就是第一主题 B第二主题 然后就是回到A 我们的development 但它中间会有development的段落 就是C 然后再回到我们recap的第一主题 A 然后去第二主题 B 然后最终我们回到Chorda 如果我们是一个rondo模式的话 它就是A B A C A B A 但是它整体呈现出来 又会是好像一个sonata form 所以这个音乐 真的是一个masterpiece 经过了这三个星期三条片之后 如果大家看得完的话 应该就不会再对这50分钟的音乐 那么陌生的了 最近记得了 9月28号小胶和金钱玉 就会演这首歌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现场的话 就自己买票 是这样 拜拜